大家好 又是我香口卡奧 今天繼續玩GTA Online 今天這條片是要講講這個星期 GTA Online的活動更新的 由12月31日起至1月6日 佩里克島會出現一些藏寶箱 這些藏寶箱只會在搜集情報的時候才會出現 藏寶箱的位置每天都不同 每天最多找兩個 好遺憾 昨天12月31日已經錯過了 今天這條片是要展示給大家 今天1月1日藏寶箱的位置 第一個在機場上面的岸邊 就是這幾塊石前面 每找到一個藏寶箱就會得到15000元 第二個比較難找 要出海的 第二個比較難找 要出海的 我放大一個細地圖給大家看清楚準確位置 以上就是今天1月1日藏寶箱的位置 因為明天就會更新 所以大家看過這條片之後 記得在明天1月2日香港時間下午2點之前找到他們 另外1月6日之前找到5個藏寶箱的話 會額外獲得10萬元作為獎勵 活動為期7天 每天找2個 理論上是會出現14個藏寶箱 不過1月6日之後還會不會出現藏寶箱就不知道 接下來幾天我會盡量告訴大家 當日藏寶箱的位置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下來如果GTA Online有什麼新的update 我都會盡我所能 盡快把最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是香口卡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